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它能调整更多的东西 我们只介绍snapseed里面最有特色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它打开一张修片的范例图片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处理了 你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界面 左下角有一个直方图 这一看到直方图就知道 这肯定是专家们才会用的东西了 右下角是一只铅笔 点这只铅笔 你就可以开始调整这张图片 怎么调整呢 很容易的 我们先调整整个图片的所有的整体的效果 就是第一项叫调整图片 点调整图片以后 最下方写着两个字叫亮度 也就是说现在你把手指头摁在画面上 往右走 看到上面有个数字了吗 亮度最后增加 往左走 亮度就会降低 你们可以看看图片的变化 往右走 手指头会看到亮度增加 往左走 亮度会降低 所以我们把它调到合适的位置上 注意这只是亮度而已 那么现在我手指头摁在画面上 往上走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由亮度选项切换到氛围选项 那氛围选项呢 实际上是对画面啊 出主体之外的其他物体 进行一些亮度调整 它有点像环境光的一种调整 当然不是特别准确 它是一种猜测的调整方法 我们现在把氛围呢 调到30多的样子啊 这样的话云层 层次感就比较丰富了 再往上推动我们的画面 可以看到对比度 OK 我可以往左减少对比度 或者往右增加对比度 我现在往右增加对比度 你们看到海面 现在变得非常漂亮了 但云层稍微有点过度 没有关系 我们不理它 接下来饱和度 画面往左会变得更淡 甚至变成纯黑白 往右会变得更鲜艳 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鲜艳的画面 但是我这里给你们一个硬性的要求 你们只可往左不可往右 饱和度只可降不可升 为什么呢 因为降了是自然的褪色胶片的效果 升了就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 这有点像我们色盲或色弱 对色彩不敏感的人 调出来的画面的效果 所以我们尽量的要自然一点 舒适一点 要学会欣赏一种灰灰的眉 而不是那种什么东西都搞得 厌不大几的 很厌俗的样子 那么再往上推 我们还有阴影调整 这是专门来调这个画面中 颜色偏深的部分 然后是高光的调整 和刚才VescoCam一样 拯救高光部分的细节 现在我们高光往下拉的时候 你看到云层和水花部分的变化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往左拉减37的高光 暖色调是这个画面要不要偏暖 我们往左偏冷 往右偏暖 其实呢 它翻译的不太好 这个把它叫做色温可能更准确一些 我们留在3的位置 OK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对画面的整体调整 请注意 右下角勾 点勾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调整 再点这个铅笔 哇 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细节 细节的第一个选项 是什么 是结构 往右 结构变得更明显 看云层 是不是 结构变得更明显 往下推到锐化 锐化是对细节的 进一步的这个 清晰化 现在我们留到25的锐化 这个水化已经相当漂亮了 点勾 再点铅笔 你对这个画面要不要进行裁切 要不要进行旋转 等等 我们先看看旋转 旋转怎么旋转呢 只要手指头 按在画面上拉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这张画面 给它摆平了 点勾 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要调整的 局部调整 这个非常关键 在第四排的 左边那一个方框选项里面 有一个局部调整选项 这是我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 这什么叫局部调整呢 我们看到整个画面 现在没有什么变化 左下角有一个加号 蓝色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 把它点亮了 放在画面中 用手把它放在画面中某个位置 现在呢 这个画面中也出现了一个小蓝点 并且它呈现一个亮子 这个亮子往左拉注意 这一块天空就会变深 往右 呈现绿色的 这一块就会变亮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控制画面的一个局部的效果 我们 比如说啊 这个亮部 想控制左上角那一块蓝色的天空 想它变得更深一点 那么可以拖动这个亮子 准确地放在蓝色的天空上 并且用两个指头 同时放在你的画面中 诶 你看到这块红色 就是它即将影响的画面范围 现在我们通过两个指头 往中间逐渐变笼 来控制这一块亮度 到底控制哪个区域 好 就这块天空了 现在我们单独把这块天空 稍微的调暗一点点 是可以的 范围调大 亮度再暗一点 这样比较自然 OK 现在我需要调第二块 我需要再点一次这个加号 把它点成蓝色 并且把它又放在画面中 现在我放在的是云朵最深的蓝色部分 在这个地方 我也需要降低它的暗度 那就更像是乌云一样 再点第三块 我需要这一块的云 也出现这个暗色 但是我不想它影响到船 所以我有两个指头 来控制它的影响范围 影响范围更窄一点 好 停在这里 OK 云的层次已经非常棒了 所以我们最后点OK 确定了这张照片 点保存 这个时候啊 它会引导你 你是应该直接修改这张照片 还是保存一个副本 我在这里呢 保存一个副本 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文件里面的 另存为的意思 它现在显示保存成功 那我们这张照片就已经成功的修饰完了 为了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理解 关于这个局部修整的这个调整工具 我现在再为大家调整第二张照片 再一次打开设备上的图片 我们找到手机修编范围里面 这一张关于湖的照片 这是在西藏拍摄的 那天气还可以吧 云还挺漂亮的 但是好像山的层次感不够 天空也不够黑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局部调整 并且呢 现在是个蓝色的小家号对吗 我们用手摁住蓝色的天空 在这里放上一个调整的选项点 那么用两个指头 和它们并拢的这个方向 并拢的这个距离 来控制它所影响的天空大小 我们把它摁住 放到中间一点 好 整个天空现在都受控制了 亮度降低 漂亮吗 亮度降低了一点 这样云就更凸显一点了 接下来再来 我们再增加水面 水面这一块呢 我需要它亮度降低一点 这一边呢 也需要亮度降低一点 这一边呢 也来一点 每一个区域可能调的程度不太一样 但是多多少都有一点影响 我们把这个范围只局限在水面上 不太要影响到山 尽量被影响到山 好 放到这一块 最后我们再加一个点 放在中间的白云上 注意 这里还想给大家讲一个逻辑 这个基本逻辑是这样子的 它的这个范围并不是 以蓝色的小蓝点为圆形的一个圆形的范围 它其实呢 还会参考到你这个画面的物体的颜色 就是你这个小亮点呢 到底放在了哪 我现在这个小亮点是 你看很小心的放在了白云的导影上 放到这个位置 白云的导影上 中间位置 所以呢 我在两个字的调整它的影响范围的时候 它基本上呢 它会尽量的只去影响这个白云的这个部分 而不会去 莽撞的跑到蓝色的水面上来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功能 对于snapseed来说 这是这一点 甚至比photoshop还要强大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单独调亮白云的导影 再试一次 在这边 也来一个亮点 控制它的范围 只影响一片白色的导影 增加它的亮度 同样的 我们可能需要把山体的亮度 稍微降低一点点 或者注意 或者我们把手指头往上推 把这个亮子改成对比度的对子 来改变山体本身的对比度 再往上推 还有它的饱和度 什么时候要用饱和度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范例 比如说 在这一片水域里面 我们点这个亮度 下面最下方的这个亮度的小亮点 当我们把它的对比度调得很高时 它的颜色会变得过度鲜艳 就是说 只要你调对比度 你的鲜艳程度就会往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 调过对比度调高了的 一定要到饱和度里面来 把这个饱和度稍微往上降一降 降到一个合适的范围 然后再点确定 所以这是一套调整 就是如果你调过了对比度 调高过了 那你一定要记得减一点保护度 如果你调低了对比度 那你可能要加一点保护度 才能回到肉眼所看到的真实场景来 所以SnapC的比起这个Vesco来 它给我们提供了最方便的工具 就是局部调整工具 我们有时候会这么做 就是把这张照片修饰完以后 保存好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VescoCam来做滤镜 一类的这个其他的调整 因为每一个软件之间各有所长 所以我们也不能在一颗树上暴死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还有几个简单的小工具 给大家也做一些介绍 那在后期处理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是叫Union的一个工具 这工具实际上是用来做双重曝光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工具里面 对两张照片进行叠加 而且可以调整它们之间的一个位置 每一个图层之间的一个亮度和对比度之间的关系 甚至呢 还可以调整它们的每一个图层单独的一个白平衡 所以它比相机的简单叠加可能要更好玩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我在用手指头 为大家调整这两个图层啊 它们相对的位置 两个手指头可以旋转它们所在的角度 你可以用这个软件创作出很多很有意思的超现实的画面来 这个软件请记住 Union是用来做双重曝光的 与它类似的一个软件呢 叫Livitagram Livitagram是用来做悬浮照片的 用手机就可以拍出悬浮照片来 非常不可思议 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来做一个翻例 那首先要做的事情呢 是我们把手机尽量固定好 手机尽量不要前后左右的晃动 然后呢 请我们的被视对象 站在一个凳子上 摆出一个跳在空中的姿势 然后呢 就把这个手机保持不动的前提下 把我们的被视对象和那个凳子都移走 拍摄一个空的 刚才拍摄的一个场景 接下来呢 这两个照片 叠加在一块 你就可以用一个橡皮擦工具 把其中靠上面那两张照片啊 凳子部分擦掉 露出背景来 我们试试看 请注意 等于呢 是你拍了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呢 是呃 有人物和凳子的 第二张照片就是一个草地 所以现在我们把两张照片叠加在一块 上面那张是有人物和凳子的 我们现在用橡皮擦工具 把上面这一张的人物和凳子 都小心翼翼的擦掉的时候 它露出来的就是背景的那张空镜的图片 这样的话你就有了一张啊 非常诡异的 非常值得去炫耀的啊 悬浮的照片 如果你觉得你的橡皮擦工具使用不是很熟练的 你可以点这个放大镜工具 然后啊 再两个之头 拉大 仔细的看它的脚的部分 再点回橡皮擦工具 这时候就可以仔仔细细的啊 去擦它脚部的这个细节了 好吧 假设就擦到这里 我们现在回到原样 你就看到了一张悬浮在空中的照片 很容易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特效的软件呢 是叫Living Planet 就是生活在小星球上的意思 呃 什么意思呢 我们导入一张照片试试看 现在 我们继续来选择一张照片 选哪张呢 一定要选一张有地平线的 在这些照片里面 可能就只有这一张 比较合适吧 有地平线的照片 我们点了 确定 你会看到刚才那张照片变成了一个小星球 呃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 让它变成一个虫洞 所有的城市都朝着中央飞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小星球的例子 呃 你有很多调整项可以去选择的啊 呃 比如说我们点这个扳手的这个选项里面 它可以旋转这个小星球的朝向 呃 有一个螺旋形的符号 是对齐 那你可以 就是在地平线不够啊 齐左右不齐的时候情况下 我们把它在这里对到一起来 对成一个完整的球形 那接下来呢 是大小 这个小星球 你要放的多大呢 我们放大一点 你只要好玩一点 接下来是 啊 混合角度 实际上就是说 你们现在可能看到吧 右下角有一块 那个云层混合的非常突兀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地方的 啊 用混合角度的调整 往右调 啊 竖直大一点 就可以变得过度非常细腻 往左调 它就变得很突兀了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放的大一点 合适就好啊 放到二十几 OK了现在基本上看不出来 最后是凸起 这个小圆点代表凸起 你可以让你的小圆球 像真的球体那样 往外有一种凸起的感觉 我们一般把这个凸起调到 这个跟小圆球等大 但不影响天空 就停在这里 接下来调完了吧 右上角 点这个向上的小箭头 并且把它存到 看见没有 下面一排按钮的第二个按钮 叫储存图像 我把它存到自己的手机里面 所以在所有有地平线的照片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这个软件 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星球 也会非常有惊喜 其实呀 我们的手机摄影软件 有非常非常多种 但是我极力主张大家呢 常用的不要超过五款软件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每一款软件都用不是很熟练 也用的这个画里胡哨的 让大家看上去有点腻味 所以最好呢 还是要尊重实时原貌 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需要调整吗 肯定是需要的 摄影这单身以来 它就是必须要后期的 不后期的话 你连考这个摄影师的资格证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 掌握以上的几款后期处理软件 恰当的去使用它们 特效软件要尽量少使用 玩一玩可以 认真你就输了 好 最后 我再为大家介绍两款社交软件 是摄影人常用的社交软件 那么首先 我为了要上其中一款软件 必须要翻墙 翻墙的知识 我不能在课里面来教你们 你们需要的话 自己微信上来问我 那我现在已经翻到这个这个国际互联网上了 现在我使用instagram这个软件 打开它 你可以看到 它像个微博一样 可以看到好多别人发的图片 他们发的图片我都能看到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双击点赞来赞它 刘肖鹏 这是我的一个学员 发了不少 那么如果你是想要留言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淘心的右侧 这个留言的小按钮这里来留言 一切的一切都跟微博非常类似 这就是我们打开instagram的第一印象 那么它真的只是一个 只发图片的微博吗 也不是 它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是拍摄并且做快速的滤镜的修饰 也就是说 它也可以像ViscoCam那样去给我们一些滤镜 让我们能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结果 我这里再为大家做一个示范 比如说我现在点instagram 下方按钮的正中央蓝色的那个按钮 是个相机的标志 我先点它 马上就打开了我的相机 可以拍摄你眼前这个场景 但是我现在也可以不去直接拍摄 而是点左下方的图库按钮 然后进到我的图库里面来 在图库里再做进一步的选择 我在这里呢 为大家选择一张秋景的图片 是拍摄的长城所到 那么选中这张照片以后 可以点右上角的继续 然后对这张照片进行任何滤镜的修饰 这一点跟Visco非常相 而且也可以调它的滤镜的浓度 比较而言呢 instagram其实我觉得更舒服一点 比那个ViscoCam看上去可能会更舒服 更自然一些 所以我其实也更喜欢使用它的滤镜 第二个选项是这个小太阳 实际上它是对整个画面 进行了亮度和对比度的一个自动调整 你刚才看到了 我只要点这个小太阳 它就自动的进行一个调整 一般调整都是非常合适的 我们就暂且停留在这里 不管吧 第三个调整 扳手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但凡遇到扳手图形 就意味着更详细的 更高级的一些调整 这个跟ViscoCam也非常相似 除了什么功能呢 移轴功能 移轴功能是模仿大画幅相机 移轴镜头的效果 它可以让画面的上面和下面 或者用两个字头改变它的方向 变成左边和右边变得非常模糊 只有你的主体才是清楚的 这样的画面呢 显然很有助于凸显的主体 抹去一些杂乱的 你不想要的一些周围的环境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 这种效果的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我们的 基本的摄影的原理 就是离得近的可以模糊 离得远的可以模糊 但是距离相同的物体 比如说这一个小车 小缆车和它 左边的这些黄色的树 它的距离跟相机的距离 非常类似 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它 其中一个模糊 但是另一个又是清楚的 这就不符合逻辑了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 换成这个右上的左下的角度 这个透明的区域里面 代表的是 不会被模糊的区域 白色的区域 代表会模糊的很厉害的区域 现在我一松手 你看到这个就是不符合逻辑的 因为它不符合近景和远景 才可以被模糊的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们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和大小 点确定 最后你就得到了一张 非常有趣的 一轴镜头的画面 那 Instagram的这个功能 好像是比较早的 出现在它的软件里面的 其他的软件好像也是 没有 或者是说有的话 也做的没有它这么好 做的没有它这么自然 所以还是 如果你要使用一轴的效果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 是直接使用Instagram的 好吧 那一轴通常还配合着 需要更鲜艳的色彩 因为它要更像个玩具一样 所以我们把色彩加到26 点继续 并且在这里打上我们的照片说明 比如说我这里只打上测试两个字吧 接下来呢 如果这里没有人物的话 你可以用它的圈人 圈给谁 这跟我们的微信圈人类似 但是它更多的是用于 画面中真的有这个人物的时候 你才用它圈 比如说你说这个缆车里坐的是谁 我们点这个缆车 这是谁 然后告诉他 这是谁谁谁 这个地方一般是输这个 Instagram里面的用户名 就是比如说你们输我的名字 等等 那接下来呢 要不要把这张照片填上到地图 那必须要 因为这样的话很好玩 一会儿你们会看到地图 然后可以同步的把这张照片 同步到Facebook 新浪 微博 Flick等等 其他的网站上 那么最后 只要你一点分享 这张照片就会被发布在 整个Instagram里面 你的所有的好友们 就都能看到 那么如果有人赞了我的照片 我怎么能知道呢 那是下面按钮的第四个按钮 这个淘心的小按钮 你看到有多少人现在赞了你 多少人开始关注了你 都可以在这个按钮底下看得到 正在关注这个按钮 如果你切换过来的话 是你正在关注的人 他赞了那些图片 这也非常棒啊 比如说你们想不想知道 叶老师在这个Instagram里面 去赞的那些人的图片 是哪一些 就我眼里的好照片是哪一些 你看看别人眼里的好照片 是哪一些 就可以在这个 正在关注的这个彩蛋里面 能看得到 最右方这个小按钮 是一个小人头 这是关于自己的一些介绍 当然了 里面有一个刚才提到的 很重要的功能 第三个按钮叫做地图 你可以从这个里面 看得到你自己 在哪里拍了Instagram的照片 那我可以看到 在中国我拍了这么多张 然后呢 我继续用两个指头放大 你会看到 每一次我的放大就伴随着 它的这个地理显示 就会更精确一些 是北京拍的没错 但北京哪些地方拍的呢 它分的越来越清楚 三幻拍的哪些 四幻拍的哪些 这就非常有趣了 可以帮助你去回顾 你的人生轨迹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欢迎大家 关注我的Instagram账号 我的Instagram账号 现在就在顶上 叫做byleonbyleon 这照片是Leon拍的 这么个意思 byleon 希望各位能够关注我 你们关注我的时候 只需要在第二项里面 点这个搜索的小图标 切换成用户 然后搜索 byleon就可以 一看到头像 你们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Instagram吸引了 大量的专业摄影师 所以里面的图片呀 真的是素质非常非常棒 很可惜呀 它现在是被强调了 所以各位需要翻墙来使用它 那么另外一个 跟Instagram类似的软件 是500pix 那这个里面放的可能更多的呀 不是手机拍摄照片 而是真正的 大片了 所谓的商业作品 所以呢 你们可以在里面 看到非常优秀的摄影作品 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 上传到里面去 甚至可以通过500pix 去出售自己的作品 如果你们想去关注 我的5pix账号的话 那么我的账号也是byleon 跟刚才Instagram账号 是一模一样的 byleon 欢迎大家关注我 你们同样的也可以看到 我所关注的 我所赞过的 其他人的照片 和我已经上传在500pix的图片 如果你们想找一个网站 能看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作品的话 可能非500pix莫属了 好吧 那手机摄影的软件呢 是千千万万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最常用的这一些 还是那句话 希望各位呢 能够熟练使用必要的 手机后期处理软件 但是千万不要调整过度 而且在软件的使用上 也一定要克制 不要装过多的软件 只有这样 你才会对每一款软件的特性 非常了然于胸 你才知道每张照片 该用哪个软件 去进行后期的修饰 让它回到 你在现场拍摄时 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的画面效果来 一个小提示 在安卓的系统中 由于我们无法连接 Google提供的官方的软件商店 所以在中国的诸多软件商店里面 有很多盗版的 或者是说有问题的这些软件 你们下载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无法使用的情况 那么请换一个软件商店 再试一试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你总能找到能使用的 那一款官方软件 在学完这节课以后 希望各位可以下载这几款软件 并且加以练习 把你们的照片呢 发到你们的朋友圈里面 圈我一下 让我看到你的学习成果 下节课 我会教你们手机的摄影特技技法 同时呢 还会给出 手机摄影的最终的理念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有所收获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